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太极拳蓝皮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第七届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主席 非常荣幸邀请到杜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 那么接下来就由杜老师带给我们今天的滔天圣殿 主任好 各位全友好 今天呢是个好日子 因为再过一周 12月17号 就是中国太极拳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三周年纪念日 就是12月17号 欧洲太极化中心 于家健老师 开辟的这个平台 我是每月的10号 在这里呢 跟大家汇报 我学习练太极拳的体会 今天呢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汉语的发音与阴阳 汉语的发音与阴阳 大家都知道 叫做太极者 阴阳之母也 这是王宗岳太极拳论的 太极拳 阴阳之母也 老子也说过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谓道生一 这个一 就是太极 道呢 有很多解释 老子说 道和道 非常道 什么意思呢 这里说的道 不是一般的道 不是常道 是非常道 那么非常道呢 用准确的语言 是很难回答的 这个道呢 有规律的意思 也有说话的意思 就是说道出来 还有很多意思 我认为在这里边 应该说是 自然规律的意思 那么道生一 这个一生了太极 这个太极 这个太呢 大家都知道 一个大 一个小 不是一个大 一个小 是一个大 一个点 对 这个点在汉字当中 就表示小 就成为太 应该说是太大 也说太小 太大太小到什么程度呢 到了极端 极致的程度 为太极 实际上就对我们的客观世界的描述 就是为太极 那我们的宇宙到底有多大 现在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空间有多大 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那么后来呢 人们因为是人类社会 就加了一个概念 叫做时间 那么一个时间 一个空间 到底有多大 那么这个大当中 又怎么 有怎么划分 时间 我们可以按小时 按分钟 按秒 按0.001秒 它可以无限的 越小的时间 越快 范围 那么空间呢 也是这样 大到什么程度 没法说 小 从我们的电子 离子 胯子 现在再到量子 无限不可分 实际上我们习练太极拳 打拳 都应该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了解的更多一些 更清楚一些 我说的只是我现在的一些个 思想认识和体会 其实对太极的理解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每个练习太极拳的人 包括学哲学的人 他都有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概念 是开放性的 就跟人们认识科学一样 人们认识科学 随着人这个科学手段的 不断的进展 完善 那么对自然事业的认识 也在不断的扩大 太极者阴阳之母也 那么太极有了以后 太极就一定要分阴阳 阴阳就是二 一生二 有阴有阳 有阴有阳以后 那么在我们太极的行动当中 就是开河 就是虚实 就是收放 就是勒紧和弥散 那么这个阴和阳 阴和阳以后 它不断的衍生 比如说太极的阴和太极的阳 一黑一白 那我们等量的时候就所谓 如果假如太极拳是个原 是个百分百的话 那么我们说阴和阳 尤其是在这个历春和历秋的时候 白昼是相等的 都是50% 那么除了这个时间点以外 它在不断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大雪和冬至的时候 叫做阴极 阴极的时候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90%是阴 那么有10%是阳 它在阴极了以后 到极点以后 它就一阳升 那么它这个百分比在不断变化 它变化的程度就是二升三 这个三可不是一二三的山 这个三呢可以90%对10% 99%对1% 也可以60%对40% 就所谓二升三 那么这个三呢 按中国三的话 就是三升万物 三升万物 这需要我们去品 这个品呢 有品茶的品的味 比如茶茶一味去品 品高水平的人 他要三口要品 所以说品味的品呢 它就是有三个口 一个是呢 喝茶的人要喝三口 一个是呢 对茶的体验 或者说对这个人 练太极拳的这个评价 至少要三个不同的观点 来评价他 这个评论结果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水平 就评价他实际上就品头论足 说这个人全答得怎么样 是吧 那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评价 因为他的标准不一样 当然在比赛当中 要尽量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们比赛当中 至少有四个 有四个采判 有的六个采判 他对这个拳的评价 是不一样的 分是不一样的 但总体上要把握一个标准 这就是我们的品 品是三 三至少三个人 多次就是说三三见九 九九八十一 完了就三生万物 万物以后又合为一 又合为一 这恐怕就是我们太极的一个特点 那么他的最基本东西 就是阴和阳 阴和阳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汇报 就是说阴阳 男女 雌雄 是吧 是我们万事万物 发展的 由于他们的交流 交往 交合 就产生了第三者 或者说是万物 所以他的根本在阴阳 我们的动作 我们太极钱的动作 简单说就在虚实 就在开合 如果虚实做好了 你就不会双重 是吧 双重的毛病主要是说呢 他的虚实没有把握好 没有把握好 也可以说是开合 但根本上说是阴阳 那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发音的时候 发音的时候都知道用气 是吧 用口腔 那么水平高一点的呢 你看他有立体音箱的感觉 除了口腔以外 他用胸腔 他用腹腔 发音 比如说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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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音是不一样的 他的口形不一样 他的发音的部位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唱京剧的 包括这个帕尔罗提唱西洋歌曲的 他都在哪 都在当 丹田 丹田 发音 所以说我们练太极拳 练到一定程度 老师说老气沉丹田 气沉天 不是说气沉丹田 你把气放在那个丹田那个地方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你气能够沉到丹田 一般人来讲 尤其是现在的人 废后量不行 他也就到了胸腔 再往下走 很费劲 那么如果我们长期练太极拳的话 人活一口气嘛 太极实际上也是一种 流动的气体能量 在不断的集约 在 在弥散 又集约 又弥散 这就是所谓开河 所谓呼和吸 阴阳呼吸 匀秤的时候 非常匀秤的时候 你这个拳打着就非常自然 如果在这个博弈当中 那么这种自然 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不管敌手从左边来 从右边来 从上面来 从下边来 你用气息 用你的这个所谓听 这个我们叫这个听劲 他那个灵敏度非常高 那么就是他阴阳把握的特别好 阴阳他不是说在那顶着 他是瞬间的流动 瞬间流动 谁进了以后 都有他自己的气场 是男人是女人 是吧 是这个能量高的人 能量低的人 你的灵敏度怎么样 实际上太极拳 包括太极推手 习练的是这些个最基本的东西 习练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对突发情况有很好的反应 我现在主要讲一讲 这个阴阳发音的基本的规律 我们过去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过去文人 或者说最原始的叫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呢 到文字里边我们就规定叫平和浙 平和浙 过去是这个七言诗五言诗 是吧 不管诗和词 都是可以唱出来的 而我们的比如说陕西也好 广西也好 我们很多民族地区 他对话 这山和那山之间 他都是什么 都是唱出来的 所谓对山歌 陕西有陕西的调 是吧 他那高亢调 已经高到 人们不可逾越 是吧 这个穿透力 他的声音的穿透力 随着这个 其实上他这个发音发出来以后 顺着这个山脉 顺着气流 就过去了 过去了 而对方又听得很清楚 和的左按和右按 也是这样 他这个发音 他有他发音规律 你的发音质量越高 传递的效果越好 越精准 这也跟我们打拳是一样的 看着漂亮不漂亮 和看着有用没有用 实际上就在那种客观的环境 这个空间 你应该怎么发音 你怎么出手 这些有他的自然规律 一定到自然反应阶段 自然反应阶段 但是初级的博弈 还是要靠套路 不管是散打 还是搏击 还是太极 还是要靠一些基本套路 而遇到出发情况的时候 至高境界还是一种很自然的 下意识的反应 那么我们的过去发音呢 就是平平 扯扯扯扯扯扯扯 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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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扬是平安的扬 度责批扒批扯扯 扯扯是一个场 下边是个人 一个场字 广场的场 下边是个人 这个字念字 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诗 与太极有关系的 这两天在准备跟门慧峰老师 做这个节目 做反谈节目 就是做门慧峰 就是这个寻天太极 因为寻天太极就是宇航员 中国宇航员 中国宇航员在这个通中 开学第一天教小朋友们打太极 是门慧峰老师创编的 我太期待了 那是礼拜三下午 杨湖我们一块去北体大门慧峰老师家去 他呢当时在这个 千禧之年 2000年1月1号的时候 在泰山山东的泰山 五月之尊嘛 虽然他不是最高 但是是最有名的 也是说孔孟的发源地 泰山 那个地方呢 他打了他的太极拳 那个太极拳是把陈阳五五孙五大门派的 主要的精华都组合在一块 所以他叫冬月太极 冬月太极 也应该说呢 这个我们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再次复兴 实际上呢 从千禧之年 2000年开始呢 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想100年以后 200年以后 再回头看这段历史的说 那么这段历史当中 在太极方面呢 我们门慧风老师应该说是 立了很大的功劳 我记着有一首诗叫望月 望月 这个月就是冬月的月 山月的月 怎么念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会很清楚 代宗夫如何 其鲁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隔昏小 荡胸生层云 绝字入归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重山小 这个望月 望月这个 它是五颜诗 五颜诗呢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诗 一个是这个 五月实际上也是木火土金水 刚才我们说阴阳 五月 还有 东越泰山 西越华山 北越恒山 南越也有一个 那个恒 恒山 中越呢 还有一个松山 那么也是木火土金水 那么冬月呢 在东一定是木 木象征着春 万物富 也是相当于我们东方 实际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主要是在 这五月之中 五月之中 这个平生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音的时候要平直 平直 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 瑜伽建老师的瑜 那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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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发声是第二声 第二声呢 在这里边也相当于平声 也相当于 但是我要说啊 就属于阳声 阳声 第三声 第四声呢 属于阴声 但是我要具体说 在我们的文言文当中 古 古典诗词当中 它也是四声 有平声 还有赏声 赏就是上下的上 还有去掉的去 去声 还有一个入声 平赏 赏 赏就上下的上 平赏 然后去入 后来呢 这个入声啊 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平声呢 就为阳 完了这个 测啊 就平 平测的测 测呢 就为阴 平 平 平 测 那么除了第一声以外 后边呢 都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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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呢 就是曲直 弯曲 弯曲 第一是平 完了剩下那个三声都是弯曲出来的 都是弯曲出来的 那么 这是平平 平字 我们 看这首诗我们就可以翻译 比如说 代宗夫如何 代 代代代代代 第四声就属于 须直的 属于 则 代宗夫如何 就是 则平平平 其鲁清贵了 那就是 平则 平则平 造化 终神秀 就是 则则平平则 阴阳 隔昏小 就是平平 则平则 荡胸 生成云 就是 则平平平平 绝字 入归鸟 则则 则平则 会当 灵绝顶 就是 则平平 则则 一览 众 山小 就是 则则 则平则 这个 可能 这个知识 稍微的 深一点 以后 有空我们 专门说 因为今天 我们主要说的是 和这阴阳的关系 那么这首诗的 寓意特别好 代宗就是 泰山 代嘛 一个 这个代表的代 下面一个山 这形容最古老的山 宗也是这样 代宗夫如何 是 其鲁 清未了 就是 山东这块 就是 过去啊 就 其国鲁国 其国鲁国 清未了 就是说 这个时候 清未了 可能还是属于 这个 盛夏的 时候 开春吧 尤其是 重春 末春以后呢 这个 北方大地都 万目从容 是吧 清未了 就是说 这个清呢 清的末期 未了 造化 终神秀 我们 这一下就想到 神秀 想到 慧能 在这里边呢 神秀 也是说呢 这个山 这个样子 特别的 鬼斧天宫啊 有它的神奇 秀美之处 阴阳 阁昏晓 阴阳 阁昏晓 就跟我们太极呢 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就是日月 就是阴阳 昏晓呢 就是 这个 晚上和 早晨 荡兄 升层云 就是说 在这个 云雾辽造当中 可能你再一会儿 在云彩的中间 或者云彩在你下边 完了 绝字 入归鸟 我们绝字 就是我们的眼睛 是 目视 或者是偏邪视的说 就是鸟都 来回来去飞 入归鸟 会当灵绝顶 就是说你 如果你到了一定的高度 灵绝顶 练太极拳当中 我们知道 百会了 也是灵绝顶 你就会感到 一览中山小 就你上到山的顶峰 你就看到 其他都是 小case 都是很小很小 这就是你的格局和高度 我们练太极拳 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 首先要知道 阴阳阁昏晓 你到了顶峰以后 你才明白 一览中山小 原来这些一步一步 都是很必要的 但是确实是 当你认识到这一步 你就到达了 神明的阶段 就是招手拱智 结极神明的阶段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诗词啊 凡是有水平的 一定都是按着阴阳 这么划分的 不能说都是阴 或者都是阳 你说话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 一阳顿挫 没有一阳顿挫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曲线 广是直线 心脏如果广是直线 这人就死囚了了 就死了 是吧 如果你这个老是曲线 而且曲线评论很高 累死你 评论太高了 上下起伏太大了 你也受不了 这个要有阴阳顿挫 要有快有慢 所谓太极拳就是 快慢相见 是吧 用你的气息 用你的意念 去指导 去指导 那么遇到情况的时候 一定是 过去为什么叫一招之理 是吧 遇到情况的时候 其实就一招 没有现在五五打片子 要打多少个回合 凡是有多少回合的 都是小说 三国演义 大战 是吧 夏侯渊和张飞战 三百回合 是吧 这个 全是这类都是小说 都是小说 而且它是骑着马 而且它是有规矩的 一对一 是吧 兵对军 兵 将对将 不能说我张飞杀出来 你 你那个 夏侯渊出来 你带一百人打我 那个是 没有规则的 那就是纯属于土匪战争 阴招坏招 损招什么招都有 是吧 好虎还抵不住一群狼呢 是吧 它是没有规则的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说台积权是武术的话 遇到特殊情况是没有规则 那么就靠你的灵敏度 反应的速度 是吧 这是按照平平泽泽说 按照平平泽泽说 下边我说的这个汉语 这个简单的 用现在的说法 用现在 现在的我们汉语拼音 发音就四声 我这儿有一个图 大家呢 可以跟我 来 一会儿过来 好 这个有 12345 如果画线的话 就是我们的五线谱 五线谱 这12345 从低音到高音 从低音到高音 我们汉语拼音 比如说发这个 汉语拼音 5到5 这是属于平 平比较高一点 比如说 就平着出去 平着出去 这个在发音当中 属羊 你发的时候呢 口腔的部位一定是在前面 偏上走 你看口腔 是吧 口腔的部位一定是在前面 往上走 这是第一声 第二声呢 从中间发到 五 就是上升的 来跟我发 直直上去 直直上去 这是第一声第二声 都为羊 也是往上往外走 是吧 下边就是音声了 从二拐弯到四 啊 啊 你发音的时候注意啊 原来是在前面 往上走 这个是呢 先要进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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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完了最后是去声 从五到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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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发音的部位在口腔里边了 啊 不能发在外边 口腔前边 不能发在外边 啊 下来 所以我们掌握发音的阴阳的时候 就是 一声二声 为阳 三声四声 为阴 为阴 记住这个啊 比刚才那个好记 因为那个要学一些文言 评词 词评 那个啊 我们就按照现在的啊 再跟我说一个字啊 太极的太啊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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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发错了 第一个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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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发音时候注意这个归类 因为你要学识的时候啊 或者说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阴阳顺挫 一定要有高有低 有快有慢 这样呢 人家听得清楚 人家听得清楚 而且呢 如果什么呢 他比较容易理解你的意思 好 好 然后再跟我练习几个发音 练习几个发音 第一个发音呢 我们发一二声啊 一二声为一羊 一二声为一 陆老师 您再往后去一点点 然后这个画面会好看的 好 非常好 这个 比如我们发阳声的时候 妈妈的妈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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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完了呢 我们发牵动的牵 牵手的牵 牵 急 太急的急 我们注意啊 这些都是发在我们口腔的前面一点 这都为羊 往外走啊 往外走 往前走为羊 是吧 第一声第二声也是这样 比如说中华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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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有这个 显眼的显 张显的显 显 这都是发羊声 注意啊 如果按口腔检验的话 往外的往前的都属于羊 那么相反往里往下的往内的都属于阴 比如说太极工艺讲座的奖 奖 奖 第三声了啊 深浅的浅 浅 还有这个付款的款 你看都是往里走的啊 还有这个往下走的 比如说是否的是 是 英语也是这样 yes yes 它是肯定的 它要否定的呢 yes 它就上去了 它出去了 意思完全相反了 它表示疑问 yes 表示肯定 表示肯定 比如说这个 欠 欠款的欠 欠人钱的欠 欠 欠 大小的大 大小的大 等等 我们注意啊 这个 往这个 发第三声 第四声的时候 都是往里走 再跟我来一遍啊 讲 讲 讲话的讲 对 深浅的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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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大 大 都是往下 往里走的 好 我们可以 抛弃一些个 经常用的句子 比如说 全句德 全句德 然后你给我判断一下声音啊 北京烤鸭上边的 有个全句德 全发第几声 二声 二声 穿 全 第二声属于羊是吧 句 句句句句句句句是第四声 这属于什么 属于音 是吧 德 德 德 第二声 对吧 那么 二四二 那就属于 阳 阴 阳 没有 阳 阴阳 这样呢 你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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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音就比较好听 你叫起来就比较上口 比如说 阎虎 这位叫阎虎 姓阎的阎 阎王的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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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声属于羊 虎 呼虎 也是羊 阎虎 双羊 双羊行不行呢 可以 为什么他是男性 他是男性就行 如果是女孩起这个名 就让人不可思议 让人不可思议 所以说你要随便找一个女士的名 你想一个女孩的名 海燕是吧 嗯 喝哀海 嗨海 是吧 他这个二声 燕 第四声 是吧 他就是阳阴 这就可以 有阴有阳 最好 如果三个字呢 男人最好是呢 阳阳阳或者双阳一阴 女生呢 女生呢 有时候 比如他性性是本身这个性是就是阳 那你你改不了 那后边呢 最好是呢 阴 阴 以阴为主 哎 如果全都是阴呢 可能更好听一点 女生 男生呢 全都是阳呢 更符合他的性别特点 哎 如果男生呢 就是 以阳为主可以有阴 女生呢 以阴为主可以有阳 这个名字叫起来就比较上口 叫着舒服 叫着舒服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发音的阴阳 那发音的阴阳呢 实际上呢 和我们这个太极使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讲表和礼 是吧 哎 要讲究表里 上下 是吧 内外 跟我做啊 大家 各位朋友可以跟我做啊 比如说你站庄 站庄站好了以后发音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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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口型往哪走啊 往外 往外 往外走啊 口型啊 表 表 是吧 表肯定是在外边啊 外边就属于阳啊 表 表 里 里 肯定往里走了 对吧 哎 中国发音很有意思啊 中国发音很有意思啊 我们去教老外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法是更容易 更容易 因为所有动物都要发音 哎 比如说这个表 往外走的 我一样 表 来 表 表 里 表 表 里 里 外 外 外 内 外 外 内 你看 是吧 外 就往外走 内 它就往内走 是吧 外 内 内 还有有趣的 上 往上走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是不是 上时候就往上走 下时候就往下走 发音啊 这个有趣的就是我们那个中定 中 跟我说 中 中 中 发音在哪 就到这儿了 来发音 中 它这儿有颤动啊 有颤动 中 对 你摸我这儿 是吧 表 里 外 内 上 下 中 是不是 感觉很明显 感觉很明显 我们感觉不明显的时候 我们小孩学语言的时候 或者让老外学习汉语的时候 你就用这种方法 很容易记忆 所以中国汉字多牛啊 真的很牛很牛的 它因为它是相形字 是会义字 也是什么 根据你自然发音出来的东西 积累的中国汉字 所以说我们太极 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这种文化讲的就是这种高层次的文化 多牛 多牛 好 看线上大家有什么问题 看线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看线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所以说之前只知道就是太极这个精英有四生 那么这个四生跟五行有什么关系吗 哦 发音的时候 四生和五行 那么主要是一阳顿挫 那么阳的话一定是属于金 就是我们的木火土金水啊 阳的时候往上发 往高阴的走的时候一定是属于金 那么往下往里走的时候 一定属于水 水 再细分的话 那就是木火土金水都能够 那需要细分 我们比较沉稳的时候 那就往下走 往下走 积阳的时候往上走 积阳啊 如果它比较沉稳 但是又比较厚重 那就往木上靠 木上靠 OK好 这个老师提的问题非常有水平 也很有深度 具体的呢 我们杜老师以后会慢慢细讲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观众问 那么这四生和太极拳的彭里几岸采烈走铐 这八卦怎么怎么怎么相互作用呢 啊 这个老师真是水平太高了 这个八卦 首先说这彭里几岸 这个彭里几岸这个彭啊 在汉语拼里边没有这个字 因为彭啊是打一个提手 打一个朋友的彭 你找什么找冰 波音冰 嗯 今天我们讲花音嘛 冰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冰啊是我们过去这个射箭的时候 那个箭的桶 放箭的那个桶子 不管是在旁边还是在后背 它有一个放箭的桶 放箭桶的一个盖子为冰 那也是一种容器的盖子 也是可以暂时可以用的 把那个箭桶的盖拿出来以后 也可以当飞标识 那叫冰 那个字叫冰 那个盖的那桶呢 大概是圆的 是一种膨胀型的 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棚 比如说我们战装要棚啊 战装要棚 很多人就这样棚 就是说棚在两臂嘛 实际上不只是两臂 哎 下边也要棚 下边棚不是前后跪 是左右棚 左右棚 嗯 左右棚 棚在两臂 嗯 左右也要棚 就圆当松垮 圆当松垮 当然一定要圆起来 哎 实际上这个字念冰 嗯 那么冰里检 才里走靠 哎 这个跟五行的关系呢 在王维生老师那个 相关著作里边讲的更清楚一些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或者研究的深度关系呢 我我我 至少我今天不好呢 一下讲的很清楚 大概意思 彭旅几岸 冰旅几岸主要是四正方向 嗯 那么 彩脸轴号呢 在四域方向 域就是 脚45度脚的方向 哎 那么阴阳呢 呃 这个呢就很复杂 因为它叫八法了 哎 按易经呢 这个 八的二字方八八六四 它在不断的演变 但是 冰劲始终不能丢 始终不能丢 就是所谓我们的阳 阳 是不能丢的 阴呢 才是伴随 但是有的时候是以阳为主 有的时候是以阴为主 就刚才我说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谢谢这位老师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谢谢 太感谢杜老师了 呃 您就是一本 呃 太极的百科全书 呃 跟您学的不少的东西 呃 真是 受益匪浅 嗯 接下来 呃 您的课程 我希望大家能细细的 去好好学习里边的 这些太极拳里边的呃 呃 重要内容 今天呢 呃 我我我我再说一下啊 啊 好像还有几分钟吧 呃 还有五分钟 啊 好好 我跟大家说说 这个 这两天呢 台湾有个著名的太极拳家 他叫徐义忠 徐 双利人那个一个语的徐 义是记忆的义 忠是中华的忠 呃 原来他不是这个名 因为他长期在台湾 嗯 他实际上呢 特有那个爱国情怀 哎 他叫徐义忠 哎 只有在记忆当中 这个人呢 前两天 先世了 一百 一百零二岁吧 啊 他是这个 呃 郑曼清先生的高徒 而且是文武双全的 呃 呃 也可以说是文人武圣 嗯 真正的武圣人一定是 智文的 就是说他文化特别高 哎 才能把握特别高水平的 哎 人们不可思议的那种 哎 哎 这个武术的水平 比如说我们的 孙露藏先生 我们的王祥斋先生 还有我们的李小龙先生 哎 这都是五五双全 哎 呃 不但能够实战 能够积极 更能够 哎 对对 往后点 要不然没有头啊 嗯 更能够呢 这个 他能把这些个最基本道理哎 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清楚哎 而且肢体能够表现出来 尤其是李小龙学了哲学以后 是吧 学哲学以后 徐先生呢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2016年原来我在台办的时候呢 我专门组织人的去 呃 一些有名的这个 这个 名记 和编辑呢 专门去采访这个 呃 武术家 在台湾呢 采访了十个武术家 嗯 十武术家当中就有一位 叫徐毅忠先生 嗯 听到他去世以后 我真的很悲哀 当时在台湾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崇拜他 就这位先生 我给大家看看啊 特别帅啊 特别帅 这是西中 嗯 中青年时的照片 哎 这个知道呢 这是郑曼青先生 就所谓台湾现在的正死太极拳 说的主要是这个 郑曼青先生 嗯 大家可能会很熟悉 哎 这位先生 郑曼青 啊 郑曼青是徐先生的老师 嗯 嗯 这是当时采访的时候 哎 我们的作者 我们的笔者 哎 跟这个徐先生一块 合合的影 合影 看看这个徐先生啊 嗯 这是北京的记者 刘炳君先生 嗯 嗯 他当时 哎 在采访的时候 嗯 所以说说到 今天我们说到太极的时候 就说到了阴阳 最根本的东西 说到阴阳 嗯 实际上呢 这是人类认识 自然世界的一把金钥匙 如果我们把阴阳整明白了 尤其是在太极拳当中 初恋太极拳 如果把阴阳整明白了 你会跨越一个很大条件 哎 在具体度目当中就是开核 就是虚实 就是收放 就是快慢 哎 所以我说这是核心的东西 哎 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你瑜伽健老师为首的 这些个老师们真的 在要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尤其是太极拳 太极拳要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在这个当中 它的作用 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若干年以后 比如说五十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 当我们的民族真正伟大复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是人类的智慧共享 那么人类智慧共享呢 主要就是 最开始是以我们的武术 以我们太极拳 为基本载体的 我们的欧美地区有很多华人老师 是无论是当时这个 这个李小龙的师父 叶问也好 还是包括我们的 鸿门大佬 司徒美唐先生也好 这都是武林高手 武术高手 包括 南开大学的 这个当时在南开大学 这些周恩来的老师 韩茂霞先生 其实他们都是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共同的文化遗产 把中国这些好玩意儿 因为是 是人类的东西嘛 他们在不断的传承 在这里边呢 第一像 徐毅忠先生呢 表示沉痛哀悼 第二呢 他的一些一个 音容效貌 其实也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将按照余家健老师的意思 继续努力学习 定期汇报 谢谢 谢谢各位成员 谢谢杜老师 谢谢杜老师 今天的讲座呢 时间一下子就给过去了 每次都感觉没有听够 那么 期待您下期的精彩讲座 今天呢 我们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给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杜老师 谢谢徐佳心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再见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再见